我是非常认真的看了这个里边的所有的训练的描述 就是他做多少个什么深蹲 做多少个这个臥推 对吧 要跑多少米 多少速度 但中间只藏了一点甜头 就是那个教练说 对 他的怀关节很硬 有一点优势什么的 然后后面就开始训练了 每天都有几百下的那个重复训练 所以运动我觉得其实是会带来精神上和一个改变的 所以这个创作过程当中 其实压力很大 这个压力是来源于哪里 我觉得可能来自责任感吧 实际上这个东西想要形成操作起来的话 是需要比较严格的坚持和自律的 我其实也无法预料到 我在这个压力的这种催促之下 能够产生怎样的结果 就是其实最终我也会惊讶到我自己 原来我可以做成这样 我觉得可能这也是 大阳老师在比赛过程中所得到的这样一种结果 就是虽然他没有去思考这个结果 但是这个结果也有可能会把他自己也惊讶到 潜能是在前期的自律和坚持的累积中获得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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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